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一晚餐愉快 妳好睡嗎 現在很多人說 我很難睡 我 很久不見 睡不著面 又有幼 要怎麼睡到的 幽生不痛 睡不著面 第二天的身體不好 人也會覺得不漂亮 很陰險 有人很好睡 躺著就睡 睡得很陰險 也不會寒眠 睡起來 有的人是這樣 坐在地上睡在地 左在地上睡在地 我們人很陰險 對 但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當然你如果 離家在外面 不然整天都回家 晚上睡覺 面穿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面穿不好睡時 你睡覺時會悠症悲痛 當然你就很忙碌 還有你睡不著 好 你有什麼狀況 今天大家都互相研究 來了解一下 我們要請到來賓 聽我看他好睡或不好睡 我知道他很喜歡滑手機的 就是梁佑南 鳳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睡不好真的很困擾 我躺在床上 我也希望可以穩穩地睡 我很希望可以一覺到天明 有這麼難嗎 其實有一點難 現在能夠好好睡個覺 睡到六個小時 八個小時 那真的是很奢求 不過 今天有專家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我們的生活達人 歡迎張明珊 鳳姐好 所有觀眾大家好 好 我以前也睡不好 不過後來也是發現 只要選擇 這樣 太棒了 另外這一位 他就是睡眠專家 也就是我們 吳定宇醫師 歡迎您 鳳姐好 失眠睡不好 對身體的影響層面 是非常地廣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一個方法 來睡好 睡滿 睡不好 眼睛看東西也不膩 對 真的 眼睛不膩 對 睡不好 太多睡了 對 其實我們在睡的時候 現代人 不是古代人 沒有 現主時而已 我們在睡之前 最初會滑手機 對不對 不管是看什麼新聞也好 或者是看社群網站 或者是傳個訊息 一定會滑手機 必須的 想要趕快睡 就是手機趕快放遠 然後遙控器丟遠 然後就可以躺下去睡 可是你知道在台灣 現在這種天氣 竟然要吃天氣的油 34度 35度 現在很普遍 很適合 然後我又有一個國民標準腦工 不能開冷氣 以前是說6月1號以後 只要室內溫度滿30就可以 現在34度 他也跟我說 頭門打開就好了 怎麼就是要這樣吹冷氣 不是 頭門打開 第二天在頭外出的時候 整個很空 為什麼要戴眼罩 對啊 睡不下去 這一集播出可以幫我這段 重複 可以 我已經重複 34度真的不適合睡覺 真的 腰中風不愛打開 真的很熱 睡不著 對 到冬天的時候又很冷 對不對 如果不小心踢個被子 我跟妳講 那一個晚上就不用睡 所以我的睡眠品質很糟 要不然我是可以很漂亮的 就是因為睡不好 睡不好還這麼美 幸福 還是幸福 睡不著你都已經變通病了 其實就每個人下班回家 因為我們以前是早上8點 工作到5點 所以你5點回到家之後 你有一個緩衝期 可是我們現在都很多人 下班的時候 你看我們現在主播都8點 才說要晚餐時間 對不對 你到8點吃完晚餐 到你真的一個休息的時候 其實到晚上我們準備要睡覺 想著又是什麼 隔天的工作 所以你會變成 你把壓力一路帶到睡眠 睡眠又想到隔天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循環 所以你腦袋一直轉 最後就失眠了 怎麼辦 其實這個 不是很想轉 有時候睡 我發覺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有人就要很安靜 我不行 我要有一點點音樂 聲音 抒壓 一點點 可是有人也是因為知識 有人睡不著的時候 也是因為可能 我壓力放下來 怎麼會冰心 你知識衣不對就會翻身 請問一下醫生就是說 睡之不良 是做生這個失眠的 完陰節嗎 對 其實失眠真的是 不是只有滑手機跟流行 失眠也是跟流行 流行也是失眠 對 現在其實十個人就有一個人 是 其實這比例是非常地高 當然我們失眠的原因裡面 很大一部分是情緒 比如說有些是憂鬱 焦慮 但其實這個睡眠環境的好或不好 我想床墊當然也是 佔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為有些人他選擇床墊 你知道我們每個人體態 其實都不一樣 有些人胖 有些人瘦 有些人比較重一點 有些人就輕一點 那怎麼發 所以其實他沒有說 一定固定的黃金標準說 哪一個床墊就是 大家睡都可以 所以我們要選擇 適合自己的床 但有一個原則就是 這個支撐性一定要好 睡得不好 剛才說 身體不好 人也不漂亮 心情又不好 還有一點 就是 記憶力會越來越壞 越來越壞就變成 記憶力衝對 記憶力衝對 再來就很怕失字蹭 睡不好有很多問題 其實我們大家小時候 可能有個經驗 我們以前準備考試 書念不完 怎麼辦 熬夜 念到兩點 念到三點 隔天去考 全部忘工 因為其實睡眠這件事情 對我們的 我們叫記憶的固化 非常非常重要 你沒有經過慢波睡眠 快速動影期 其實你看過的東西 你不容易進到 你的長期睡眠裡面去 所以我記得我以前的同學 那都睡得好的 那個功課都非常地好 像我這種臨時抱佛腳在熬夜 那個功課就很差 我都跟不上別人 你功課不好也當醫生 跳 也算跳 跳 另外就是 剛剛美鳳姐也講到失字的問題 我覺得是大家擔心的 我先釐清你的觀念 很多人認為說 失眠是因為吃了安眠藥 所以變成失字症 其實這是錯誤的 因為很多人其實他 失字症其中一個表現 就是容易失眠 所以他在真正發生失字症之前 他其實就已經有睡眠障礙了 所以的確你去研究做起來 好像吃安眠藥的這些人 將來比較容易變成失字症 但這可能是原因不是結果 不過目前也有科學證明 就是說我們在睡眠的時候 其實可以幫我們腦部去排除 一些有毒的蛋白 像濤蛋白 像類澱粉蛋白 你如果睡得夠深 它是可以被排除掉的 但如果你睡得不夠 睡得不夠好 這些有毒蛋白是排除不掉 所以的確有可能會增加失眠 的風險 當然就是說 睡姿最重要 你如果姿勢不對 對臉部 脊椎也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脊椎有26節 對 睡得不好 脊椎對我們很大的影響 壞處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像剛才張大哥講的 我們的脊椎有26塊 我們其實可以分成 頸椎 胸椎 腰椎跟底區 其實這些骨頭當然最重要就是 為什麼要一節一節的 因為我們要有一些活動 我們可以彎曲 可以轉 可以扭轉 所以它要有這些活動性 才可以扭轉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神經其實都是從這些 骨頭跟骨頭之間的縫隙 出來的 那個叫做 所以不管在頸椎 胸椎 腰椎 腱椎 腱尾椎這個地方 其實都有所謂的 神經根會出來 神經根當然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控制運動 控制感覺 所以它如果有些壓迫的時候 譬如說 頸椎好了 它如果壓迫 你可能手就會痠 會馬 會痛 肩頸會痛 頸椎還有一個大問題 如果這個頸椎非常嚴重的時候 我們知道旁邊其實是有所謂的 脊椎動脈 脊椎動脈是我們到腦部 非常重要的一條血管 它是指引腦幹跟小腦的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退化太厲害 影響到你的血管的話 其實甚至會增加中風的風險 再來是胸椎 胸椎這個地方 它有很重要的結構 就是我們的自律神經系統 膠感神經都是從胸椎這個地方 發出去的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造成一些神經的壓迫 可能很容易會有一些 自律神經失調的問題 莫名的疼痛 或者腸胃道消化的問題 心臟肺部的問題 腰椎它主要是 支應我們腿部的感覺跟運動 所以很多是坐骨神經痛 腳沒力 甚至嚴重一點 到大小便失禁 性功能的障礙 可能都會有出現問題 腱尾椎這個地方 跟排尿 還有大便的功能也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整個脊椎 其實如果說你沒有照顧好 造成神經的壓迫 其實對身體的影響非常地廣 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面穿 很多人都知道是很重要 但是不買一個面穿 基本上來說有的都不適合 也不可能 像有的時候 比方說像我們買給 媽媽買給長輩的 或者像我姐姐她們 就買了一張床 也是十幾萬 你就會覺得那個床好好的 對啊 可是睡起來就是不舒服 你叫她換她也不可能換 尤其妳老公 這麼勤儉 有沒有 對 很勉強 就我希望她幫我換床墊就好了 有被她要求換床 她家不讓妳換床墊就把她換掉 其實換整邊的人 其實搞不好小朋友 沒有 沒有 妖安姐真請說 來 我還要給這麼多 好 其實這個很多人都這樣 因為其實很多人就覺得 床好像一輩子不會壞的東西 我看我阿嬤 我阿嬤 嫁阿公的時候16歲多了 她當時換床墊 我35歲的時候才換床墊 好幾十年 因為我阿嬤都70歲 所以床墊睡50年 我去床墊怕 我為什麼知道它壞了 因為我平常不會去坐阿嬤的床 我一次去坐那邊 因為我差不多80公斤 坐下去 走一個 過人咬下去 為什麼 床完全邊邊沒有支撐 裡面那個彈簧 以前都是舊式的彈簧 壞掉了 都是舊式的 我早就生鏽了 那個裡面都鏽到 你一坐它整個垮 就是陷下去 老人家不捨得換 其實有很多原因 像你如果在外面住房子 我住房子 我可能住一年 兩年 房東提供的床本來不好 可是我也覺得 我有沒有要住很久 我也會前就他 那怎麼辦 對 可是很多時候 這種情況下其實簡單 我們為什麼會 現在有很多是提供 就是簡單的方式 把支撐力做好 你不用換月名稱 有沒有 真的 床不用換 換上面的支撐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叫好的情趣的方式 那我今天帶來一個東西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東西其實比較特別一點 它現在外面 連日本都很流行 這種叫 涼感的支撐床墊 有沒有 涼感 這種其實它很特別 這個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我們以前在睡的 太空人的最愛 這叫什麼 這叫 矽膠 以前其實我們很 所以這個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它有勢壓性 所以你手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 好像很舒服這個樣子 可是你知道它的缺點是什麼 缺點 溫度的那個敏感性太高 熱的時候太軟 冷的時候太硬 有沒有 如果冷的時候 你睡覺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怎麼樣 好像躺在磚塊一樣 然後你要先暖床 暖一下子 它軟的你陷進去 然後變太軟了 整個身體陷進去 你又不會起身了 你到底是要溫暖的暖 還是柔軟的軟 你要軟跟暖 你都分不清楚 它不只這個樣子 它外面像 還有人在外面 你有看過這一種 這種是比較薄一點點的 這種薄的 其實它在外面宣稱的一種 叫做所謂的支撐性 做個小實驗給各位看一下 這應該滿清楚的 各位聽這個聲音 有聽到嗎 什麼東西 這也是太薄 太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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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種一般 我們在外面只能什麼 小朋友 你可能五公斤 六公斤 你就在上面 你只要當一個保護器 還OK 可是像我們現在成人了 我們要什麼 因為我們在睡覺的過程裡面 我們需要什麼東西 第一個 對 像醫生就講 腰椎其實控制 是我們下半身的活動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 下半身容易有痠麻 其實腰椎要有注意 可以注意看 我們剛才聽的是 砸一聲對不對 你看 它一樣 它外面支撐性做到兩公分 第一個 比較回彈性非常好 它回彈性很好 彈一彈 這一看就知道 第一個舒服 第二個什麼東西 因為它會 保護我們的身體 各位不要看這樣 小小這樣一塊 可是各位你知道 光這一小塊裡面 它的這種隱形式獨立桶 有多少嗎 這樣一塊裡面 差不多20萬塊 小小一塊 它就這樣有20萬塊 所以為什麼 它的支撐性很好這樣子 我常說 睡覺第一個 你要撐住 頸椎 胸椎 腰椎 這樣鋪上去 你舊床連丟都不用丟 鋪上去 它就變成一個好像新的床墊一樣 它給你支撐性 第二個 我們睡覺 像剛才宥蘭姐說 剛才像妳老公這個 冷氣不可以放開 我睡下去 整個流汗要怎麼樣 所以你睡覺的時候 不能只有考慮說 我的床好 支撐好 如果它悶 我要怎麼辦 那是送料 燈的燈不掉 來 我告訴大家 這種床墊好處在哪邊 第一個 它連透氣性都特別好 我上面一樣 放這個 一樣 兩公分在這上面對不對 就是這個墊子 就是你剛才那個墊子 墊子就是我剛才用的 墊子我怎麼來證明透氣性 我們大家看看 要用乾冰 墊子有乾冰 眼睛不要有紮 來 我們看看 第一個 它可以做什麼東西 它透水 所以你的汗水 不會積在你的床墊上面 第二個 你上去之後 它本身可以全積洗 所以它流汁 我們就可以 我可以拿去洗衣機 或外面有那種大型的自助洗衣店 你可以那種可以洗到30公斤的 你可以整床拿去洗的樣子 很方便 第三 這樣睡 表姊姊 不用透氣氣 真的 有涼嗎 一買這個我就不開冷氣了 真的 我覺得你應該直接躺一下 讓你老公知道 對 我就很想試試看 不然我給你倒看看 這一集我就要把它錄起來 統統放在我們家 24小時播放 讓它改變心意為止 好 這是讓你親身體驗一下 躺一下 可以躺一下 好 我們在現場 你看 我們第一次有人躺不開 好 那是要做一個很棒的實驗 要跟大家分享 但做這個實驗之前 明山這個是 我們先介紹一下 其實很多人睡床會覺得 像我們以前睡那種記憶床墊 或者像有些人睡乳家 我睡得很高就好了 好 其實重點不是在於厚 重點在於支撐力 有什麼這麼說 這個我把兩塊細膠床墊我鋪在一起 這一塊是5公分 兩塊加起來就10公分 10公分夠厚 大家注意看 我這樣騎起來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 很小 沒關係 你看 10公分頭前 整個怎樣 你睡成這個樣子就像什麼 我睡覺的時候 如果我的腰 像我比較重的 可能爸爸有一個肚子 我起一個腰比較重 一上去 其實整個什麼 矽膠的是鎮靜就消失了 所以厚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沒有支撐 對 大家注意看 你不要看它這個樣子 它底下超過20萬個獨立桶 你看 魂風不動 有沒有 真的 而且重點是魂風不動之外 各位我往前站 它剛好變成這樣 沒有對不對 而且你可以感覺到它一個什麼東西 Q性 好像彈簧一樣 對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現在的科技就做到 我在小面積底下 我用小的方式 有沒有 裡面做很多小的獨立桶 所以不管你是100公斤 120公斤 你躺在上面的時候 你的支撐力一定是高的 對 這個支撐就會延伸到什麼東西 延伸到我們睡覺的時候 你要讓脊椎不變形 其實很重要就是 所以支撐就要產生問題 我覺得它脊椎好像都 床都好像 很像 整個要進去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個床墊 看起來也不是差的床墊 它是獨立桶的 對 應該很多人會睡這種獨立桶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模式 你看它的脊椎 這代表我們脊椎一節一節的 對不對 你看它躺上去 它可能覺得很軟 很舒服 但是它的脊椎是彎的 有沒有看到 變形 它不是屬於一直線 這樣睡起來我想 包準會 腰痠背痛 隔天起來一定腰痠背痛 對 補醫師 你看它腰要彎成這個樣子 它腰椎這個樣子 久了會不會變形 就是這個地方沒有支撐 沒支撐 就像剛才大哥講的 其實我們人的身體 重量的重心在這個地方 它躺下去 的確它這邊往下壓了 但是上面沒辦法 上面重量沒那麼重 現在每個人 那個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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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對 我們用支撐的床墊 我用簡單 然後睡睡看 不用變魔術 不用去整集 花費都省下來 來 請我們的小鮮肉先起來一下 來 各位 為什麼說我現在支撐很重要 你看 我這個床一樣沒有換 我們把支撐墊放上去之後 來 我再請我們的小鮮肉 再躺一下 來 各位注意看 這個代表什麼 這代表 你看 我們床什麼都沒變 就是這一條脊椎 有沒有 不必是看起來一個就不一樣 全部都是直的 對 代表它支撐性真的非常地好 對 就沒那麼彎 你看 像頭前的獨立筒 現在都沒有壓下去變形 對 為什麼 它的體重都被這一塊釋壓掉了 所以它可以保護第一個 你的脊椎 第二個 你連獨立筒的使用年限都會變長 它已經可以睡五年 十年 現在因為有這一個保護之後 這個重電可能可以睡到 15到20年 而且這個脊椎變直 我們在臨床上面有好處就是 因為它已經睡過了 每個人可能會有一點點 脊椎會有側彎的現象 為什麼我們去整齊 要推對不對 對 你現在睡直的 其實這一個效應是什麼 牽引效應 慢慢地推 推 推 其實你脊椎可能本來 有點側彎的 它慢慢調 就調得回來的 我也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很喜歡 有時候這樣側睡的話 然後腿會這樣 稍微這樣彎 在膝蓋這個當中 夾一個小抱枕也好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 夾住這個樣子 要湊好 要這樣睡的時候 不要只有這樣 也不要這樣 身後才有一個東西撐起來 比較不容易更歪 對 其實不容易 因為我們身體一交錯 骨盆就容易會有移味的部分 我們小鮮肉 可不可以馬上一脹一下 我們辣媽要這樣 對 辣媽要試彈一下 對 試彈一下 你摸起來有感覺 摸起來很細 摸起來好細 因為第一個 它其實剛剛為什麼 我們用來檢摸起來 其實這表面是梳樓布 好舒服 這是什麼才講 冬天OK 冬天OK 其實你冬天睡這一面 另外一面它做的 就比較透氣一點點 雖然正反兩面都透氣 可是以透氣性來講的話 夏天那一面比較透氣 這一面你冬天睡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溫感的樣子 比較舒服 我們常常會側睡或是聊天 對 然後這裡就會很痠 可是這個這樣子是覺得 今天一頂下去 你會覺得 肩膀的壓力會被床墊撕掉 對 舒服 那你以後上床 就不要跟你老公一直聊天 因為測 測 又睡不好的枕頭 睡不好的床 就當然脖子就會痛 換老公來不及 換床墊比較快 對 比較快 老公就別換了 對 這真的舒服 真的 我們可以坐到這倉潭 姐妹倉潭會很舒服 是不用 我覺得睡覺是每個人 會有他習慣姿勢 對 這個姿勢如果你不小心 那個床具又不好 那我換妳面給 好喔 來 換一面 對 因為這個很多人會覺得 好像我睡 另外一面 那一面是冬天用的 那我睡夏天這一面 這邊是睡夏天的 對 這邊是夏天的 對 你看 顏色不一樣 所以它比較透氣一點 這個一摸我就會覺得 會很透氣 這樣摸起來感覺就不一樣 對 而且因為這一面它做的是 它不去熱的材質 所以它好處是 你身體的背 背是我們的發熱器官 所以你躺下去的時候 身體的熱氣會瞬間被這個排掉 所以你的背就不會容易 因為一熱就流汗 有時候睡到整個臉上變淡了 對 這個床怎麼睡 其實都不太容易流汗 這要是碰到那種 更年期的女生容易倒汗的 睡起來就很舒服 就不會影響睡眠品質 所以我們常常都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睡得好 身體的自然更好 當然我感覺 吃很重要 身體你吃什麼 對它來說它歡迎出來 所以吃了要食材好 食材要好 然後要有一點運動 再來睡眠 就會讓我們睡眠可能好一點 如果你平常白天吃得也不好 壓力又那麼大的時候 有時候晚上又碰到 不是很適合的床主的話 床具的話 你會睡得更不好 當然就是說 無關冬天 夏天 我們希望說 都有很不錯的床 讓我們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是很舒服 甚至希望還可以賴個床 對不對 這個多賴五分鐘都很快樂 對 然後提升我們的睡眠品質 其實沒那麼難 今天有專家來跟我們分享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的 祝大家都很健康 睡得安眠 睡得好 精神都好 謝謝佑南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品嚐合苦 美鳳有約